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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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Koch 今集Koch 为你介绍一切有关于GPA 因为GPA不是正是成绩这么简单 只顾追求成绩的确令学习变得没意义 但忽略了成绩的重要性 往往也使自己沒有出路的原因 今集Coach幫你找到一個平衡積極的心態 如果在觀眾之中仍未訂閱Coach教育頻道的話 提提你立即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也用其他方法留言讚好分享給朋友 令Coach教育頻道可以持續發展 多謝你 今集內容有什麼是GPA呢? 各類型的GPA 不同國家GPA的兌換系統是怎樣呢? GPA的重要性和怎樣可以提高GPA 究竟GPA有多重要呢? GPA不是等於學習 GPA不是潛能力 GPA等於機會 所以GPA很多時候是代表你有沒有信心 它已經變為一種有共識的Label 將學生Stereotype 了 令學業成績變為個人能力的認可 無限擴大 甚至影響到就業機會 所以作為學生 你沒辦法是不能夠忽視GPA的 GPA的用處是什麼呢? Grade Point Average 是通常出現在成績單理的Transcript中 底下一個總結項目 是將學生的年度總結作為一個 以四分為滿分的簡單分數 所以其實GPA是反映了學業成就而不是學習潛力的 分別就是GPA成績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是一個Achievement 但是Aptitude這個潛能原則上是沒辦法改變的 那麼GPA究竟是怎樣計算的呢? 最簡單是收納了每一科的成績 即每一科的grade 很多時候亦都計算科目的難度 例如高年級科目可能計算的分數會有更高的分額 科目佔據更多學分 例如佔六個學分 那就代表那科更重要 就會在計算GPA的時候 會佔多過比重三個credit的科目 每個學校甚至學校裏面的不同學院 都有自己的grading system ABCD的corresponding分數percentage對換 可能有少少不同 但是大致上GPA這個系統 都是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一般來說 3是等於B是75% 3.3B plus就有80分了 最常見的GPA有兩種 Cumulative GPA就是累計 你計算所有科目的成績最後的GPA Weighted GPA就是衡量比重的GPA 高年級的成績往往計算在GPA總分上 是佔比重較高的 另外也可能會註明了每一個學期的GPA 或者甚至主修和負修學科的GPA 亦有時在其他學校轉過來一些Transfer GPA 即是註明了這個學生在兩間不同學校 他的成績得分 為什麼要這麼堅持呢 因為學校評分的高低也會有不同 程度上可能有少少差距 GPA的System其實是北美的一個制度 即是美國加拿大用的 他們用四分的制度 其他國家有它獨立的計分制度 例如英國 他們喜歡用Degree Classification 不是一個數目字去代替 叫1st Class Honours Upper 2nd Class Honours 這些 並非Honors Degree 這是另一件事 是一個Classification System 澳洲用一個7分的Point System 如果你去到外國申請學校 很多時候都要轉換 不過最重要的 就不是轉換這些分數 是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水平的差距 這個很敏感的對換方式 從來都不會有明文規定 問題就是大家的perception 是怎麼看的 即是你看我 稱我有多高 我稱你有多高 即是換句話說 對換學校之間的成績 當然是需要門當戶對 其實這個比成績GPA更加重要 即是說 如果你是來自排名頭100的大學 根本就不可能會招收排名1000的學校 即使500的學校 亦都很難和100排名以內的學校 做成一個對等的換算成功 我們比較一下 相同的國家 但是不同的省份 例如BC和Ontario的GPA System 都有少許分別 BC大學採用的GPA System 滿分是4.33 其餘北美大部分的學校 滿分是4 雖然是這樣 但是大致都是相同的 例如A加 就是90%以上 A減是3.7 B是3 C是2 D是1 這個很容易記 在這裡分享一個笑話 Colch在UBC教了4年 才回香港的大學任教 當初我忘記了 GPA System有不同 香港的GPA最高的letter grade 只是給到A Colch試過有幾次失憶 給了學生A加 嚇死秘書看到之後 他們以為我有Hallucination 或者是故意獎勵 那個學生 發神經地自己創造了A加 其實是我還未轉台 Stream A大部分的同學申請人 都有學位的 最理想就是讀一個 比較短的碩士課程 但是發現加拿大大學的門檻很高 收碩士是很難的 其實並不是它的門檻特別高 只是加拿大的大學 主要是公立學校 和其他國家 好像多餘繁星的學店 又或者香港有部分的 大外包容至負盈規的 實施課程 那個門檻真的不同 例如UBC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即是研究院的收取門檻 Master's 實施課程的GPA 最低要達到3 即是76至79分 其中著名第三年和第四年 最少有四科要達到3.3 即是GPA 是B加80%左右 所以經常都說 碩士的收生門檻 最低點都要有3 就算是很小型的大學仔 都要求一定有3 3以下會收理的 是很少很少 如果是PhD你報的 收讀就是Master 那時候 所有科都需要達到B Plus 即是80%以上才有希望 接著他就會再考慮 你有沒有Research Abilities 以及其他需要的要求 很多人未必太介意 主要認為目標學校 收了我入大學 那就慶幸 其實GPA還有其他影響 例如在你高年級的時候 你有沒有資格選 想讀你喜歡的專業 有沒有資格參加實習的機會 或者獎學金等等 最基本就是你的GPA 就是會看到你可不可以繼續升讀 或者是順利畢業 最後就是如果你將來有機會 再進去讀研究院的時候 碩士或者博士 就一定是看你的GPA來收的 我們看看本科學生UBC的要求 55分合格可以繼續讀 50-54.9 就是會放入一個 Academic Probation 50分以下就是不合格 Academic Probation的意思就是 在接著那一年限制你收讀的學分 強制學生讀少些科 希望能幫助他們提升成績 至於研究院當然要求更加高 以UBC為例 Master's program 你去到60分以下就是不合格 如果PhD的話 68分就是F 即是整個PhD的課程裡面 你若是要A和B 就不可以有C C已經是不合格 大家一看到就知道 為什麼這麼多人研究院課程 是永遠沒有辦法畢業 或者無聲地流失的 這就是我經常說到的 attrition rate 一般可能會高達50% 即是有一半個學生是病不了業 自然消失了 這個解釋了 為什麼研究院即碩士課程 修讀學生很謹慎 因為如果他的attrition rate 是直接影響了他們學院內部的評核 即是說 如果某一個學院的流失率太高 就會被視為表現不佳 他們不能夠好好訓練到他們的學生 可能會受到一些 例如減少撥款的這些校內的紀錄數分 當然啦 雞校學店這些畢業率很高 只要交學費就恭喜你畢業 但是學術越優越的學校 他寧願學生流失 都不願意製造未能達標的畢業生 接下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可以提升GPA 這個相信都是每一個作為學生 都沒辦法逃避的 都是要關心處理的問題 有策略去計劃每一個學期選收的科目 就是第一個成功的要素 如果知道有要求高的科目 就要盡量找一些比較輕鬆 或者自己能夠有把握的科目去平衡一下 以至能夠應付工作量和壓力 第二就是盡量出席上課 這是為自己學業進度 有一個把關的堅持 認為上課是不必要的 第二就是放棄給自己一個很規律的學習 以及接受刺激互動機會 可以說是輸在起跑線 上課也有機會接觸到教授 建立一個持久的關係 這個得益永遠都是學生的一方 不知道這個竅門的人 也可以說是輸在起跑線 第三就是上課的時候要做筆記 以及將這些筆記後來要溫習 這個可以幫助你培養專注力 利用筆記變成強制自己進行一個 Continuous Auditory Processing 以及Continuous Visual Processing 你的大腦才會不停地處理教授所講解的 PowerPoint的資料 或同學的問題 或上課閱讀到的文字 Continuous Auditory Processing 和Continuous Visual Processing 是轉化陌生的材料 吸收成為知識的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 這一點是今天Coach給你最重要的訊息 第四就是上課時候積極參與 因為社交的互動 能夠幫助在學習期間的資訊和知識 輸入和輸出input和output 和人溝通就是令大腦進行處理訊息 處理就是學習Processing Equals Learning 換句話說 如果你沒有積極參與課堂的活動 就是不需要處理訊息 不需要輸入不需要輸出 作為一個旁觀者 大腦隨時可以浮游在其他題目 或個人的活動思考方面 你的專注力是分散了 甚至魂不附體 根本對學習的情況 是完全可以脫離了都不知道的 第五就是好好處理運用時間 流出足夠的時間讓你學習和做功課 流出時間去進行其他活動 過一些滋養愉快的生活 以免避免自己很容易去burn out 第六是設定目標 在長遠來說 你需要設定一些短期可以實現的目標 去激勵自己 如果沒有目標沒有動力 就沒有獎勵 也沒有一把尺去量度下自己的成敗 第七是利用學習資源 利用很多網上學習的指南 視頻、講座等等 利用教授和助教在辦公室的時間去諮詢 或甚至組成的學習小組 在同學之間互相幫助 共同進退 第八是要照顧好你自己的精神狀態 保持樂觀掌勵自己 主動尋找幫助 休息一下 管理壓力、建立聯繫 這些全部都有幫助你的GPA 第九是照顧好你的健康 吃一些健康的飯餐、足夠睡眠 照顧好自己 才可以有能力應付挑戰 第十 你必須限制令你分心的事情 避免會佔用你時間和專注力的活動 例如一些社交媒體 就是一個大敵人 專注於學習和其他 可以提高你GPA的活動 第十一是避免拖延 保持進度和學習的正軌 可以利用個人的一些日力 幫助你實踐工作的進度 第十二是分析你的成績 從初五中學習 確定需要專注的領域 嘗試不同的學習技巧 不時看看學習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巧 讓學習的體驗更加具吸引力和互動性 第十三個就是有一個宏大的目標 有夢想才可以有盼望 利用正面的希望 幫助建立樂觀積極的人生 負面 沒有希望的人生只會給機會 培養無了期的遺憾和負面的情緒 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力和盼望 那還哪有力繼續走下去呢? 希望各位看完這集之後 都會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提升自己的成績 你的將來必定會勝過今天 Get better grades,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這就是Coach為大家帶來今集的重要訊息 如果觀眾之中仍未有訂閱Coach教育頻道的話 提提你立即訂閱支持我們 也用其他方法留言讚好分享給朋友 令Coach教育頻道可以持續發展 多謝你收看